美籍华人学者余茂春从美国学界进入政界 后来又重返学界 曾是美国制定中国政策的重要参与者 也是美中关系研究领域的重量级人物 余茂春的国务院同行称他为国宝级智囊 而中国官媒则称他是卖身投靠美国政府的狗头军师和汉奸 今天我们请到余茂春先生来到美国之音的纵身视角栏目 请他谈谈在美中两地的荣辱两重天 并就中国政治社会及美中关系的一些重要问题发表意见 作为一位美籍华人 您在美国可以说是得到了一位美籍华人罕见的荣誉和地位 但是在您的出生地中国呢 您也得到了中国政府和民间对于一位移民海外的中国人罕见的对待 那么说到您在美中两地的荣辱两重天这个问题 我们说都跟您在2017年迈出惊人的一步可能是有关系 就是说您进入了美国国务院担任重要的美国政府幕僚 成为美国国务院的制定中国政策的一位重要顾问 那么我首先请教余教授 您是如何进入美国国务院的 您怎么由一位美籍华人学者成为美国政府官员的呢 这个问题问的经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 这个实际上也不觉得是什么荣辱两重天 这个在美国当然这个我在川普时期做了一些贡献 这是做一个美国公民应该做的一些事情 所以在美国并不见得就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当然就是说在川普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 我不叫它拨乱反正 所以说把这个中美关系呢重新回到一个我们认为是比较正确的轨道上来 这个不是说我们认为 美国两党之间 美国这个各个派别之间 美国社会都有一种共识 我们使美国达成了一种对华政策的共识 这个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果 在中国呢也不见得都是一些这个就是侮辱了 这个骂我的这些人都是中共筛选的一些言论 实际上就是说我通过一些这个非正常的渠道 就是说这个不同的渠道 中国老百姓表达对我的支持和鼓励的 这远远大于这个这个如骂我的这些人 骂我的这些都是他们都是一直低级趣味 很多都是一些这个 我觉得他们这些这个 我很理解这个中共为什么这个恼羞成怒啊 因为我们是按照一种新的格局来和中共打交道 我倒不觉得我是受到什么侮辱啊 这个中共骂人的这个手段是经常的啊 这个有的时候是他越骂的厉害的人可能就是最正确的人 对那您在美国国务院具体担任什么样的职务 您主要的职责是什么呢 我在国务院主要就是一种这个 因为我是一个学者 你刚才问到我怎么样进国务院的 我还没有直接回答这个 我在美国政府里面 这个已经是有将近30年的这个任职的这个历史了 我主要是在美国海军学院卓教授 那么卓教授呢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职位 因为你可以直接参与到美国政府里面的一些这个关于重大问题的讨论 那么我是专门研究中国的啊 还中美关系的 所以说这个呢 就是我这个出头路面的机会也不少 而且呢 因为卓教授嘛 闲的时间比较多 还要做研究 所以我发表了很多这个看法 那么这个在美国政府 这个川普政府这个开始的时候 我理所当然就进去了 因为我的一些理念和川普政府的一些基本的理念 都是很相似的 其实上实际上这个国务院的并不是我的这个首选 我觉得那个官僚机构很多 做事呢 也比较缓慢 所以说呢 这个但是呢 蓬佩奥先生坚持要我去 那我就去了 所以说呢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这个 我能够为自己的国家做出一些贡献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荣幸的事情 具体担任什么职务 主要职责 这方面透露吗 主要是职责这样的 我没有什么大的官嫌 我主要就是蓬佩奥先生的这个中国政策 这个顾问 这个呢就是可以跟他有非常这个亲密 就是非常这个密切的接触 就是中国问题呢 这是我的专长 但是呢 从美国政府里面 就是说知道中国事务的人非常多 但是真正能够有一个深层的了解的 从有亲身经历的这么一个角度来 这个人很少 再加上这个就是我呢本人呢 是个学者 我在这个就是有一些自己的一些研究 那么这个研究呢比较扎实 所以说不见得 并不见得就是一般的这个政策向的一些咨询 所以我呢能够在一些理念上 在这个就是中美两国之间 他们这个根本的社会政策制度上 一些不同点和相同点 一些共同的利益可以追 可以这个追寻 有些地方我们不可以妥协的地方 我跟国务院先生的这个 国务卿先生做了很多的这个这个咨询 那么我的办公室就是他政策规划研究这个办公室 这就是国务院里面就是国务卿 他办公室旁边的一个这个就是一个智库 这个智库是专门给他做这个幕僚的 我们不需要任何人给我们这个做指导 也没有顶头上司 我的我的上司就是蓬佩奥 那么华盛顿邮报当时呢 曾经对你有过一次一次专访 称您是时任国务卿蓬佩奥 这个最得力的这个一位助手和顾问 并且呢在美中关系方面呢 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位智囊 同时这个专访还说 您是特朗普政府一股强大的幕后力量 所以外界广泛议论呢 说您是当时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位主要设计者 许多美国政府对华政策 当时的理论和实践都出自您手 您现在怎么评价外界对您的这个定位和评论呢 这个是高台了 非常谢谢这些评论了 蓬佩奥先生就是在很多方面 跟我是这个志同道合 我想我的作用呢就是能够跟这个美国政府的一些政策制定者 尤其是像国务卿啊 白宫啊 提供一些比较可以核实 可以证实的一些东西 就是给他们增强一种这个他们政策上的一些 一些这个就是高度的信心 对中共的一些基本的这个对华政策的基本理念啊 就是我可以做出一个比较这个系统的解释 和寻求一种对策 那么这个呢 我觉得这个这是我们这个尤其是从中国大陆来的 有这个语言能力 有这个一定的分析能力的 亲身经历的 这个是独特的一种一种资源 这种资源在美国这个民主国家里面 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 在冷战时期 美国的对苏联政策 他之所以能够到位 很大程度上就是得利于这个 来自于东欧和苏联的一些移民 他们不仅对共产主义制度有一些感性的认识 更重要的他们这个制度有一些非常理性的分析 这个呢实际上跟美国当时的这个对冷战政策 起了很大的作用 那么我想呢 当然现在不是完全是冷战的 但是我在这个中美之间很多非常 纷繁复杂的背景里面 有很多这个花里胡哨的文字游戏里面 我可以把它这个就是 基本上可以有我自己的一套的解释和理论啊 这样呢我觉得美国政府的这些 这个重要领袖呢 我很荣幸他们能够听我的解释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接受我的一些看法 这个呢不见得就是我一个人那么想 实际上在这个 很多的学者之间都有空洞的想法 而且研究的非常好 只不过这些研究 它只是学术性太强 没有反应到美国政策上来 这个呢我可以做一个侨然的作用 我觉得这个呢很荣幸 好的那么说到这个美国制定对华政策 当时的理论和实践呢 我们举两个例子 比如说呢这个您的一个重要的观点 和重要的一个做法 当时呢就是牵头论证 这个中国是美国的头号挑战 这个观点呢 至今对美国对华政策还有重要的影响 并且呢也在美中两地 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很大的震撼 当然也不排除这个争议 那么您现在如何看待您的这个贡献 这个是非常这个不可争辩的事实 那么就是说美中之间有非常广泛的接触 这种接触呢是多层面的 全方位的 那么我们以前只注重讲某个方面的 其他方面的不能讲 这叫所谓的求同存异 这是非常错误的一种看法 这就是导致中美两国之间 战略上的一种误判 那么你刚才讲到这个 为什么说 为什么我说中共是这个 美国的头号挑战 而且是 我说的是头号威胁 对 这个呢就是从几个方面来讲 第一点就是说这个 我们一定要认清楚中共的战略意图 中国呢是一个这个专制极权的国家 专制极权就是 专制极权是一少数专制的人和机器和制度 垄断全国的资源 这个镇压全国的人民 所以说在中共的这个考虑上来 他们最大的敌人是中国人民 所以他们的这个 每年的这个维稳经费啊 这个镇压啊 他想的都是这些事情 怎么样把这个老百姓 严严实实管起来 那么 为什么美国成为中国最大威胁呢 因为中共最害怕的 就是中国的人民认同美国的所代表的这一套普世价值观 民主啊 自由啊 言论自由啊 这些东西呢 这些东西呢 是中共最害怕的 所以说中共它历来一历来 从毛泽东的时候就一直认为 这个美国 这种这个理念上的感召力 是对中共政权的一个巨大的威胁 所以他不断的要对美国的这个政治制度 民主制度 美国社会的所有的一切 都要加以污蔑 丑化 使美国在老百姓的心目中间的这种理念上的感召力 这个彻底消失 所以说你看中共派到美国来的那么多 那么多记者 这个他们来的物体就是揭露美国的阴暗面 黑暗面 这个几十年是不变的 这是他们的大外宣的一个重要的这个任务之一了 所以在中共的这个战略考虑上 他觉得自己政权的存亡 就决定于美国这种理念感召力的大小 所以他的这个最大的目的 就是要把美国从国际社会上的领导地位上给消除掉 这个是他一直讲的 我是很少有的在美国的政策圈子里面 认真证证读毛选 邓选 江选 胡锦涛的著作和习近平的著作 而且你这些东西是非常明显的 说得很清楚的 这个我觉得我们在这个 这就是从中共的战略意图上来讲 这是他对美国的一个巨大的威胁 他是希望美国这个政治制度 民主制度彻底消失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 我们不可能只能从这个 平常的交往上来 这个视度上来 角度来看中国的这个这个这个威胁 这一点呢 我觉得是很明显的 这是第一个 就是第二个点 就是这个 中共之所以成为美国的投号威胁 是中共的这个这个能力 这个capability 就是中共在最近二三十年以来 大力发展经济 大力发展军事 这个它的技术方面 它的军事力量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 这个对美国也形成了挑战 所以说这个能力方面 我们也不可轻视 尤其是中国在这个世界的这个 一些关键的经济技术方面 他们有长足的进步 当然还赶不上美国 但是对美国形成了一种挑战 这种军事能力 它就像它的这个地区上的 地区上的一些一些主权伸索 是世界和平与安全的 非常不非常不 这个重要的一个一个不稳定因素 在台湾地区 在太平洋地区 在印度洋 甚至在欧洲 都有这些战略意图 所以说 对美国所要坚持维持的 全球和平与安全 中共是最大的威胁 第三点 中共的威胁跟这个冷战时期的这个 苏联还不一样 因为苏联 它所领导的这个共产党集团 跟世界自由贸易体系是完全脱钩的 中共不一样 中共有非常非常多的机会 它可以得利于世界上自由贸易系统 所以说我们讲中国的威胁 不是几千里之外的北京 中共的威胁就在我们身边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电子邮件 我们的这个 中国的常备管 常备管控和监控啊 非常厉害的 它的统战远远超出中国的国土 所以我讲就是这个 三个方面来讲 第一个是中国的战略力度 第二个中国的这个 质疑增长的能力 第三个就是它的机会 这个方面 美国政府现在 由于这个高度的一致性 都认识到 这是非常严峻的一个事实 所以说 对付中共的威胁 比对付当年苏联的威胁 要艰巨的多 好的 那就是说呢 您认为 不单单是美国 把中国视为最大的威胁 而且中国也把美国 视为最大的威胁 这早已就是一个 不争的这个事实 中共从来就是 把美国看成最大的威胁 您的另外一个重要观点呢 就是区分中共和中国人民 这个观点呢 由当时的国务卿蓬佩奥先生 他在2020年 在美国加州的尼克松图书馆 提出来了 那么请教于教授 现在这个观点呢 现在已经过去几年了 那么您回过头来看 您对这个观点 您还有什么评价和发展吗 这观点现在是已经被世人所知了 中国老百姓对这一点 实际上绝大部分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这个 在川普时期啊 这个中美关系之间的这个 打了一些舆论上的这个 这个口水仗 中共反映最爆裂的一个论点 就是这句话 就是说中共和中国人民是两个不同的这个概念 他们的这个非常敏感 为什么呢 这就是他的这个治国方面的一个最大的法宝 就是中国 这个国家 是一个共产党的独裁专制体制 但是呢 他总是打到人民的旗号来的 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对 他的这个国家叫人民共和国 他增加人民的积蓄叫人民公安 人民警察 他这个这个 自己的军队啊 是人民解放军 人民币 人民币 钱是人民币啊 还有他的银行是人民银行 人民出版社 还有这个 当年把中国的这个农业经济搞得一塌糊 都叫人民公社 所以这个呢 他是打到人民的旗号 来镇压人民的 所以说中共的他的根本的利益啊 跟老百姓的利益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比如说 中共现在这个 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 医疗保险制度啊 中国共产党每年 他的医疗保险 他的医疗支出 80%以上的 只是供养1%左右的 共产党的高官 那么绝大部分中国人 都是没有这个医疗保障的 这是一点 中国经济发展 当然有长足的进步 但是实际上是富了这个党 穷了这个国家 当然 很多地方 老百姓也不是说 没有经济上的增长 但是他的贫富是 差距是非常之大的 而且在这个 中共的国家统计局的数字 连中国的总理也说 大概40%左右的 中国老百姓 每一天的收入 不高于 不高于5美元 也就是说每个月的月收入 大概是1000元左右 这个不是说这个国家 就是多么没有钱 中国有的是钱 但是这个党的利益 决定他把这个 上千亿的 几千亿的美元 去搞国际政治 去贿赂其他的国家 搞自己的反美战略 一带一路就是一个浪费钱的 一个大工程 所以说 这个穷兵独物也是这样子 所以老百姓的利益 在一个民主的国家 是不可能遭到那么 严重的忽视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它实际上 它是一种 非常对抗的一种关系 这种对抗的关系 最充分的表现 就是1989年六四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中国这个 上亿的人起来反抗 中共的这个政权 要求正义 反对腐败 这个不见得就是 中国没有民间的反抗 只不过这种被中共镇压 还有监控都非常严格 这个是非常不真的事实 所以我对这个观点 我没有任何修正的必要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事实 好的 那么这个观点 确实是由您 向蓬佩奥先生建议的吗 这个是我提出来 然后蓬佩奥先生 在他的一次讲话中间 在这个很早 在2019年的时候 他在这个哈德逊研究所 得了一个奖 所以他做了一个讲话 这句话里面 大概是在演讲中间 一个不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位置 都到结束了 他提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中共和中国人民 不是一个概念 那么中共的反应非常爆料 第二天就非常强烈的谴责 这个时候 所以这正好 我绝对他们的痛处 这个中共反应最爆裂的地方 往往是真相所在 那么除了这两个观点 或者是政策的建议之外 您认为您感到比较重要的 您的贡献还在哪些方面呢 其实我只是一个团队中间的议员 但是我呢 由于我的特殊的背景 由于我的这个 对中国的了解 由于我对中国的了解 实际上大家 我想纠正一点 大家的错误的观点 就是说这个 美国政府的政策制定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它实际上是一个很公开的过程 在这个重大问题上 往往是各个部门 都有中国问题方面的专家 来一起讨论交流意见 最后达成一种协议 由总统派版认定 那么呢 国务院呢 当然是很重要的 国务院是专门制定政策的 所以我们有很多这个资源 来支持 来和这个协调 它还有很多一些 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 就是制度方面的一些记忆 就是institutional memory 我们有很多跟中共打交流的 这个经验 所以说呢 在各个部门之间的 这个交流讨论会议上呢 我所代表的国务院 往往是比较有优势的 所以说我的观点 也比较能够被大家接受 尤其是在一些有关这个概念上的 圈识方面 这个语言上的理解方面 这个呢 我觉得我很有优势 这一点我感觉到非常荣幸 所以我觉得总的来讲 我觉得我的这个观点 并不是我个人的观点 是代表一大批 这个有同样观点的同事和这个朋友 我只不过就是机会来了 很幸运在那个位置上 这个时机很重要 那么您的这个经历 地位 还有您所提出的观点 建议 就在中国 引起了渲染大波 中共官媒就说呢 特朗普政府所有的 恶毒的对华政策 都是出自您 余茂春之手 另外我们看新华社官媒 也呢 把您称之为 称之为 什么叫 狗头军师 汉奸等等 请教许教授 我们抛开所有这些 夹在您头上的污名 不谈 就说特朗普政府 强硬的中国政策 都出自您手 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我就是无极之谈 我能在这个政府里面 为自己国家出力 尽我的所能 我所了解的 不是一种 这个攻击性的 这个政策建议 主要是就是 把这个美国的对华政策 建立一种事实之上 在建立一种 比较这个 真实的基础之上的 例如说 我曾经给这个 蓬佩奥先生写过一个报告 就是他问我 在习近平总书记 为什么总是喜欢用斗争 这个词 我一跟他解释 斗争是一个列宁主义的词汇 就是在中共的这种语言环境 中共的这个战略 思考这个环境里面 这个斗争是什么意思 而且他说 你死我活的斗争 因为习近平和中共的领袖 一直就把这个 中美两国之间的 这个冲突 总是把它意识形态化 他们真正信这个 就是我刚才讲的 美国的这套政治理念 政治制度对中国人的影响 他非常非常在意的 那么这个呢 我觉得这个 这个 不一定就是 不一定就是什么狗头军事 这个就是实事求是 中共也讲实事求是 至于说这些骂人的话 这都非常低级 显示出自己没有水平 中共很多政策 他实际上 他表述自己的 国家理念的时候 外交政策的时候 他可以有力有力的 把它说出来 实际上他不是的 他搞战略外交 说出一些 这个守法 让他们无法接受 这就是对中国的 国际形象的 这个破坏 实际上不可估量的 中国那么一个大国 就像一个巨鹰一样 来行使他的外交政策 这个是 很多世人 这个拭目一旦 实际上 就是说 对华政策的 这个改变 最根本的 这个高手 不是余茂春 是中共自己 他们自己的言行 他们所做的 一切活动 行动 是美国 或甚至全世界 对他制定新的 对华政策的 一个最根本的因素 所以说这个 当然 他把我高抬到 那么高的地位 我觉得这个 不是实事求是 这个态度 而且在很多方面 这反映中共 把所有的问题 都归属于一个人 然后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不对的 刚才呢 说到官媒 对您的看法 民间 中国许多民间 老百姓 对您也不理解 说您呢 受 我们看到民间的一些舆论 说您受国家和教育 社会的培养 多年 让您呢 对中国的历史 中国的文化 了然于胸 可是这一切呢 却成了您 卖身投靠的 这个本钱 于教授 您如何回应 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 这种职责呢 这都是一些 事情小民在那 这个 这个 下胡闹了 这个 有很 很难 对他们做一个 比较有理性的 这个回应 除了说 汉奸 汉奸 这没有什么 其他的心意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也没有什么 这个 太多的 这个影响力 我不怎么 在意这个 你刚才讲 就是说这个 民间对我的 很多人 这个 公鸡指责 实际上 我所知道的 很多民间 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是非常非常多的 大大大比 这些骂我的人 只不过在 中共这种 这种 舆论环境里面 就说 所有能够 公开看到的 都是经过 中共筛选的 所以说 这是一种 国家意志的表现 所以说 还有一点 就是我想 指出的一点 你刚才讲 国家对我的培养 我觉得我在 中共受的这些 教育 都是一种灌输 很多方面 它是一种 意识形态方面的 培养共产主义 接班人的 那么一个角度来的 所以说 我觉得很多方面 当然也学到一些知识 这个是不可否认的 但是我觉得作为个人 人身自由 自己选择的机会 都是很少很少的 所以说 这个怎么能够叫我感恩 中国民间有一些 对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 这种看法 或者指责 就是指什么呢 就好像 您现在是不是美国公民 您已经拿到美国公民 多年了吧 是不是 当然是美国公民 美国公民 是不是对自己的国家 有一种忠诚 这些东西 之所以我为什么 不愿意讲这些 不愿意对这些事情回应 因为这个 这些 对一个人 他怎么样 是一个真正自由 独立思考的人 为什么每一个人都必要有一个标签 中国人 美国人 泰国人 台湾人 一个人最根本的问题 就是他是一个人 他有自己独立的选择的自由和机会 那么我是中国出生的 我对中国的人民 中国的文化 有很深的感情 但是我自己的政治 这个价值观 我是非常同情 美国所代表的 这个这些价值观 自由民主人权 这个东西呢 是我个人的选择 所以说大家不要觉得 好像是在哪里出生的 就一定是哪个国家的人 要替国家出发 出力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 刚才讲了 同情支持我的中国人 是非常非常多的 我现在收到很多很多各方面的信息 这个就是 我对这些 骂我的这些 这些地级趣味的攻击 真的毫不在意 另外我再跟你讲一讲 分享一点 就是这个 中共 这个大陆 他以前 就几个月以前 他有个叫今日头条 对 今日头条他发了一篇 批判我的一篇文章 这个批判文章里面 他大量引用了 我在你们电台采访的一些 一些关于这个 这个疫情溯源的 新冠溯源的一些 一些这个想法 我的想法都是有理有据的 然后呢 他把我的东西都引用出来了 结果在这个 这个今日头条里面 下面一百多条的这个评论里面 全部 是支持我的 就希望这样的批判文章 批判文章多一些 我们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所以 这当然这个今日头条这个报道 马上就被拴除掉了 但是我想这个举一个很小的例子 其实就讲这个 在中国这个真相的力量 是无穷的 大家如果都有讲真话的习惯 我觉得中国这个社会呢 就会有长足的进步 现在呢 在中共这种文化 这个政策之下 中国老百姓 他的新闻自由 言论表达自由都没有 所以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剧 除了对您一些污名化 可能还要做得更过分的一些 就是对您的这个 比如说您高中 咏川高中是很有名的一个高中 是吧 然后给您除名了 然后呢 这个听说您的家乡呢 还对您开除足迹 然后还有人呢 借用秦桧的那种做法 对秦桧的那种下跪的那个做法呢 给您做了雕像 那您对这些问题 现在怎么个回应 您已经看了很大 对我没有任何影响 我倒想加一件评论啊 对 真正应该这个模仿秦桧下跪的向而立碑的这个人不是我 是中共的各级的高官 对国家利益对人们的利益出卖的一些中共高官 这些官僚是数不身数的 你刚才讲这个我的中学把我的这个文科状元那个名字戳掉 我倒非常感谢他们 我早就忘了这个事情 我根本就不知道有没有一个 所以谢谢提醒 我还有那么一段光彩的历史和过去 这个呢都我觉得都是非常这个 中共的文宣干部啊 这个做了一些一些手脚 这个对我没有任何影响 这个 所以不管他们怎么讲 我还是讲我自己想说的话 这个在美国就是那个样子 前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呢 他说您不了解中国 他说您22岁就离开了中国 所以说您对中国根本就不了解 那么胡锡进说您的错误就来自于您对中国根本就不了解 那么余教授我想请问 您认为您了解当今中国吗 是什么样的情感 让您觉得您对中共 这个向别人所说 像胡锡进所说走上了一条与中共为敌的这样一条道路 我都不觉得我是与中共为敌 我是觉得这个中美关系 这个很多问题上的需要实事求是 要把这个两国之间的基本的立国方针 他的基本的事实搞清楚 我很少评论像胡锡进这样的 这样的中国的这个一些一些人士 因为这些都是宣传干部 他们主要就是根据党的意志来做传声筒 但是我想既然你问到这个问题 我想指出一下 胡锡进说我不了解中国 我觉得他是真正不了解中国 因为什么呢 你看胡锡进先生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 这个 做法 他就是他不断地发一些贴纸 发表一些言论 然后他就不断地删除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胡锡进呢 他像他这种人 他基本上就是一定一方面要严格按照领袖的意志来办 所以他写的这些东西呢 都是中共的官腔 但同时呢 他又自觉得呢 自己比他的领袖还要高明一些 所以他又发表一些自以为很高明的东西 说出来 然后呢 最后呢 又心有余悸 所以他又不放心 他又把它删除掉 所以说 你看他的东西 他写出来都是前后矛盾的 另外一点呢 像胡锡进 我刚刚用了很重的词 说他是传声筒 传声筒就是 他是一个工具而已 我们都知道 你说传声筒是很重的 有人说 刁盘啊 胡刁盘 那我不喜欢用这种语言了 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宣传干部 他是这个就是 做党的喉舌 所以说呢 我感觉呢 我对这些人的这个 我觉得他还是一天那晚生活在这个不安全和恐惧之间 一方面 他要做传声筒 另一方面 他自己就觉得比这个自己的领袖要高明一些 所以他这个 诚惶诚恐 不断的换来换去 这就造成他的一些东西啊 说法啊 前后矛盾 中国像胡锡进这样的人呢 不少 真是不少 这些人呢 往往是这个 怎么讲 就是像胡锡进先生这些人呢 他们往往是才气大于学问 学问大于道德 知道的多 明白的少 在很多问题上呢 这个不仅是富庸风雅 而且很多时候呢 自作自受 所以我对这些人是很同情的 好的 那么您认为 您的一个观点 就是说共产主义始终是中国这个治国理念 基本的一个治国理念 共产主义对于这个中国社会的这个认知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 但是许多中国人包括现在的海外持不同政见者可能不完全认同您的这种观点 他们更愿意用什么呢 用一党独裁和国家资本主义来形容这个当今的中国 那么于教授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一党独裁就是彻头彻尾的列宁主义的思想 然后这个国家资本主义 也跟共产党的一些共产主义理论很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不要只逐限于个人说习近平专制独裁 这对的 但是呢这个这个浅台词呢就是好像是除了习近平之外 可能中共内部还有什么比较开明的改革派呀 这个不对的 我们要一定要注意这个一个国家 他的立本立国的基本的这个这个这个原则 那么毛泽东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讲话 他对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的立国理念 立了三条 第一条毛泽东说 这个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 这是第一条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总觉得自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 因为他是正义的事业 他有历史使命感 所以这就是共产主义这个 中共跟国际上打交道的他这种傲慢 这种骄傲 这种毫无自知之明的一个理论根源 所以他跟美国打交道总是要美国认清错误 他把中美关系所有的问题 他都说是美国要负全部责任 这是他的一个就是这一条 毛泽东说的下一句话 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是中国共产党 这个党的一党专制 这个共产主义理论 下面一句话说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 是马克思列典主义 这三条中共建国的基本原则 到现在为止丝毫没有改变 你去挑战一下中共的伪光阵 那你就是这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你要是再去这个 这是一条法律的 你要是去挑战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那更不得了 是反弹 再有一点 你要是说这个 中共是这个 马克思列典主义 中共过时了 那习近平绝对不同意的 习近平是一个 在清华大学 他有一个法学博士 他的专业就是科学社会主义 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 所以我们不要忘记 在中共这样的国家 理论的巨大的指导作用 他的政策 国际国内政策 在很多方面 都是根据共产党的一些 基本的原理来的 当然他的实行过程中间 有各种各样的包装和设计 迷惑人 所以说大家要看清楚 所谓的共同富裕 比如说 共同富裕就是共产党的 一种非常根本的基本理念 这个好像听起来 好像是一个 临时的一个政策性的东西 不是的 什么统购统销 这边都是共产党理论有关系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摆脱 注重这个人的因素 除了这个人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 它最根本的是一种理念 一种制度 制度和这个理念 意识形态 跟这个 这个人质 也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我觉得根本的是 这个制度不改变 习近平之后可能还有 中共的另外一个领导 可能比他更糟糕 那么您刚才提到这个 基本制度这个问题 好像是 国家当前中国的 这个引人注目的 国家资本主义这个问题 这好像是个权益之计 是吗 不仅是权益之计 这是理所当然的 中共它的所有的 国产党的一个理论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就是这个公有制 对 这是基本理念 对对对 全国的资源 所谓的生产资料 都必须要由国家拥有 国家必须要由党来主持 中共的这个 基本的文献里面 都说 东西南北中 党政军民学 党必须要领导一切 所以说这个东西 你不可能讲 这个就是临时的 这是它的基因 这是一种 共产党的这种制度 和意识形态所决定的 不从这一点看 看中国的现实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误导性的 好的 那么您刚才谈到了 共产主义基本制度 对于习近平 我刚才我们也介绍了 这个海内外一些中国人 包括海外吃不通政见者 在这个问题上跟您的分歧 那么有一些呢 我们看到呢 这个对于习近平的看法 实际也不尽相同 我读了一些您的这个文章 您呢一直认为呢 习近平是一位顽固的这个共产主义者 如果理解正确的话呢 您是不是指就是习近平 他是一位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者 中国共产党 他每一个领袖都认为 他们是原教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所以其他国家共产党都是修正主义 或者是不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苏联当然是修正主义 苏联垮台也是因为这个 哥布拉乔夫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是中共的正式文件所规定的 然后像越南共产党 当然不是纯粹的共产党 是地区霸权主义 朝鲜和古巴 他也不是纯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因为这些人搞这个家天下 有封建的因素在里面 在朝鲜是这个傅时子继 在古巴是胸中帝极 这个共产党不相信这些东西的 所以说它是一个纯粹的列宁主义政党 它都是以党的原则来规定的 大家觉得好像习近平说 习近平是一个改革派 也文革受劳苦 他自己本人也受劳苦 为什么他还忘恩负义 不接受副教 这些东西都是从非常不现实的观点来看 习近平他所相信的 是共产主义这种事业 他是从党的利益来讲的 他总书记这个一直不折不扣的 我刚才讲到 我是认认真读毛选 读邓选 读江选 胡选 和习选 这个里面都是一贯的 所以说不仅是习近平是一个原教旨主义 中共所有的领袖都是这样的 他们都是这样的 非常坚定的信徒 这个并不见得 就是说中国老百姓就信他们的 信这些东西的都中共的上层 非常狭小的统治集团 他们垄断了一些权力 垄断了一些国家的资源 绝大部分中国老百姓 对共产主义信仰没有什么真正的坚定的立场 所以他们早就抛弃了这一点 好那么您呢刚才提到习近平和所有中共的这个领导人都是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者 但是海外好像有一些专家学者跟您这个观点不尽相同 他们认为这个中国的文革呢标志着毛泽东的这个共产主义运动 在中国实验的这个失败和终结 所以改革开放以后所有的中共领导人实际都是打着马克思主义外衣 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实用主义者 您怎么看 他不仅外衣是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呃 马克思主义 他内衣也是马克思主义的 呃 我刚才讲到这个这个习近平啊 习近平你看他当然是这个意识形态 呃非常隆重的一位中共领袖 他讲的是勿网粗心 勿网粗心什么粗心就是 就是大家请大家去读一读中国共产党章啊 呃 习近平对全国的这个这个进行洗脑 搞个人崇拜 这都是严格按照马克思列伦主义的原则来的啊 呃 习近平他这个人呢 他有些提法 实际上并不是他的思想 他没有什么太多的思想 他的思想就是马克思列伦主义的思想 他具体的提法也不是他的 你比如说他最近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叫共同富裕 这共同富裕是邓小平文选里边有的 邓小平就讲的 邓小平说这个不管黑猫 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然后呢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富起来之后我们再搞共同富裕 所以这个有个手段和目的的问题 邓小平讲的就是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下面一句话紧接着就是富起来之后我们搞共同富裕 这就是这个共产党一套理论 所以我倒不觉得这个 习近平的问题就是他的这个 而且他对这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的侵袭 也是非常符合这个 从延安整风以来的就是共产党的逻辑了 共产党这个延安整风就是统一思想 消除异己 然后这而且是用辩证法的这个这个逻辑 来解释和和这个和这个加以合法化的 辩证法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党内不断有一级分子 这个是历史的必然规律 这个辩证法 有一级分子就要消除一级 然后要土雇纳心 所以习近平他一套清洗党内一级分子的这种做法 从毛泽东时代就一直是现在就这样子 邓小平把胡锦涛 把这个胡耀邦和赵紫阳听一下 也是这样的一种逻辑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从这共产党的基本理念上 来理解中共这个政权 不要只看到个人的他的个人因素是什么 统治这个中国的实际上就是一种意识形态 有一种制度 人只不过是这种制度和意识形态 一种代言人而已 对您这样认为呢 这个当然是您这样观点说得很深刻 但是海外总有一些人呢 企图把就是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之后的 邓江湖时代给他从或多或少的某种程度上 把他对立起来 认为是对前者的一种程度不同的抛弃 然后习近平现在呢 他又重新试图回到毛泽东时代 给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线索 您觉得您怎么评价这种看法 这是很肤浅的看法 这个看法呢就是没有历史的深度 没有看到中国共产党这种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一贯性 只强调个人 实际上如果说习近平明天就 中国明天就习近平下台了 没有习近平这个人 我觉得中国这种社会政治制度 也不会出现一个新的什么改革家 也不会出现一个新的什么高尔巴乔夫 这都没有希望的 因为他们的一些基本的治国方针 国际国内政策的基本的动因都是一致的 我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复杂的 我们接着这个问题来谈 这个前美国布什总统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 他说过这样的话 他说如果中国在2012年选择了江泽民 或者胡锦涛那种类型的领导人 中国今天会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境地 美中关系也不会像今天这样恶化到这种程度 那么请教于教授 这位美国官员似乎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 就是说习近平时代标志着 与改革开放那个时代一种断裂 您继续评价一下 错上加错 习近平到现在为止还在说 我们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 所以说他这个改革开放这一套东西 就是什么呢 是我们要发展中国的经济 同时要加强共产党的监控和领导 邓小平开始的时候就是说要四项基本原则 四项基本原则是什么呢 就是马克思恋人主义的一些东西嘛 这个社会主义 党的领导 这个无省严重专政 还有就是这个 马克思恋人主义 这些东西都是基本原则 这叫四项基本原则 不抓住基本 而强调这些表面上的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哈德里先生这些 这些错法非常错误的 习近平现在他还有 他还是什么深化改革开放委员会的主任 所以说改革开放这个东西也很有迷惑性的 改革开放跟改革共产党的统治方式 让共产党改选跟章 这完全是两码事情 没有这个事情的 所以说这不是我的很激进的观点 如果说你是一个政策制定者 你看看中共的国家机器怎么运作的 你看看中共最高领袖的一些政策表述 它的政府工作报告 它的讲话 它在外交上的一些指令 它的外交官的如何宣传它的国家政策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我倒不觉得我在这边撑高调子 说这个专门强调一些不现实的东西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用现实的眼光来看 不能根据个人非常短期的 跟中共某个领袖的接触 来对中国这个政治制度 对中国的这个行为方式 对中国的基本的这个立国原则 加以总体性的评述 这个反对您把习近平定义为 叫顽固的马克思主义者 和这个马克思主义信徒 这样的人呢 常常用习近平现在像您说的那样 还是这个高调 有的时候他还谈改革开放啊 并且呢他还高调力挺 现在特别是现在高调力挺私有经济 民营企业 所以他证明习近平和毛泽东 好像不是一类人 也可能这正是胡锡进说您 不了解中国的一个悬外之音 您怎么看 这个胡锡进对中国的基本的 党的这个政策 他有的时候他 他自己觉得理解的很深刻 实际上他不懂 如果说胡锡进说这个习近平真是 这个支持私有经济的 我看他马上就会完蛋了 这个他中国没有市场的 因为这个习近平是 是一个他对这个公有制的 这个这个赞赏和支持 大大多于这个私有制的公贞 而且这个他对私有制呢 他对民营企业 到现在为止他要说几句好话 是因为中国经济一团糟 这个东台清零之后 大家万众躺平 人人思润 对这国家前途和现状都失去了信心 所以他没有办法了 说几句这样话 保住现在现存的一些 这个有活力的一些经济实体 这个都是徒劳的 因为他的一些政策措施 主要就是以这个维持公有企业为主 打击民营企业的 对马云啊 对马化腾啊 这些镇压都可以说明这些问题 而且最重要的 他是这个说给外资听的 他是这个中国投资环境 现在继续恶化 所以说他是希望外资不要撤走 大家留在中国 继续所谓的改革开放 所以我倒不觉得习近平 他是一个非常 我觉得这个人的问题很多 但是我觉得说中共的总书记 是大力支持私有经济 这是天方夜谈 这对中国 如果胡锡言真心这个话的话 他对中国的国情真是一知半解 所以正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就是我们刚才讨论过这个问题 就是是不是习近平现在口头上说 有的时候他要说要力挺民营企业 力挺他不说国家资本主义 实际上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 国家控制的私营企业和民营经济 他用这种话实际是一个权益之计 就是说他不是不想回到毛泽东那个时代 而是中国现在这个事实 民营企业占据半壁江山这个问题 让他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 您是从这个问题观点来说的 中国这个经济是一个双轨制 他有基本的生产资料生产关系 他是所谓的这个公有制为主的 但是在过去的这个几十年以来 这个对中国经济的增长 就中国的经济的增长 几乎百分之百是来自于民营经济 那么这个增长的这个创造的巨大财富 去养活这个寄生从事的公有经济 这就是他的经济发展的一种模式 现在这个下金蛋的鸡已经快要死掉了 所以他现在就慌了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现在很多的国有企业地方政府 他出现很多的财政危机 因为他把下金蛋的鸡给杀掉了 所以说他恐慌 这就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倒不觉得这个 实际上呢 当然你讲这个 我刚才讲了经济的发展 还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就是这个 说中国是没有这个民营经济为主体的一个经济实体 主要的问题是财产权 这个在中国你可以发财 但是这个国家有权利来征收你的所有的财富 因为这个是这个共产主义制度 就是说 基本制度是不变的 基本制度 共产主义的这个最根本的目标就是消灭私有制 私有财产权 那么这个 所以说呢 中共一遇到这个财政危机 或者是民营企业大头出现 他就去非常希望把他的这个财富抢过来 因为中共没有这个宪法的这个保障的一些财产权 如果说中美两国之间 在具体的生活方式上有什么重大区别 我觉得这是根本的一条 就是说对私有财产权的这个这个宪法保护 在美国有 中国没有 您呢 这是实际上在提醒我们呢 就是要认清 就是说中共原教旨派和改革派 这个一脉相承的这样一个实质 认为他们呢 其实都是一丘之鹤 这样说吧 但是一些持不同意见的人认为呢 即便是从反共的这个意义上来讲啊 你把这个毛泽东和邓江湖区别开来 也是有必要的 为什么呢 就是说呢 这个 把他们区别开来呢 就有助于认识到习近平和毛泽东这样的人 是怎么能成为共产党制度加速灭亡的这个加速师 您觉得这个是怎么看 这个问题 这个中共改革派 这个保守派 实际上这个区别不是特别重要 因为他们都是一派 就是要中共这个江山 永不变色 这个专制政权 就一党独裁 要永远下去 那么一个派 当然你不见得就说 中国共产党里面就没有好人 很多人他是有良心的啊 但是他这个受制度的约束 受意识形态的约束 他不可能挑出党的这个体制之外 去特地改变中国 所以说呢 这个 这就是我觉得强调改革派 保守派 是非常不明智的一种做法 因为中国就像一个江刚一样 你跳来跳去 跳不出这个党外这个制度 我觉得中国的未来是很没有希望的 大家还不要忘记 这个对于一些基本的这个国家政策 尤其是对新闻控制 对这个民众抗议的这个镇压 改革派和这个保守派 没有什么区别的 天安门大屠杀是中国头号改革派 这个一手制造的 邓小平 然后这个江泽民 胡锦涛的时候 对新疆对威尔人这些镇压 也是不择手段的 法轮功就是江泽民开始的 这个东西是非常残酷的一个事实 习近平当然更不用说了 所以说我觉得 在一些根本的这个 统治原则方面 改革派这个保守派都差不多的 当然很多这个 跟我意见不一样的这些人 我觉得 我觉得他们很大程度上 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我觉得他们这个 非常注重于这个 党的领袖的个人的素质里面 而忘记了这个 各个中共领袖之间的这个 主义的 连贯性 不一样的主义就是他们信仰 信仰 信仰 李根总统啊 这个很有意思 你读李根总统的这个日记 他里面写的 他说我最不喜欢中共的领袖 喜欢中共的领袖是胡耀邦 为什么呢 因为胡耀邦的这个 这个都是一些 讲了一些共产主义的理论 讲了一些道理 当然在中国很多中国眼里面 胡耀邦是什么 拨乱反正啊 平反啊 这些大英雄啊 还是这个天安民运动者 直接导火索 但是美国人不见得就是那么看的 他是看这个中共领袖的 这种意识形态 这种政治制度来的 这并不否认 胡耀邦是一个好人 做一个人 但是他所代表的这个制度 胡耀邦对新闻自由的一些看法 他也是非常保守的 当然他这个就是为了 他是收拾这个烂摊子 文革这个烂摊子的一个领军人物了 他主要的问题还是要 拯救中国共产党这个本身 这个党被文化大革命打得稀巴烂 所以他要把它重新改造出来 但终究还是党的领导 是一切的 一切行动的宗旨 那么余教授 现在我们回到美中关系这个领域 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 经历了特朗普政府的 比较强硬的对华政策之后 美中关系恶化了一段时间 包括拜登政府执政的这一段时间来 美中关系仍然在螺旋式的下降 在恶化 但是最近好像出现了 美中关系解冻 有人说是解冻 有人说是改善的这样一个契机 或者说出现了一种迹象 就是说美中高层 开始直接有交往了 那么我想请问余教授 您怎么看美中关系 目前似乎逐渐得到改善的 这样一种趋势 首先你这个问题 实际上有很多小问题在里面 我先讲第一点 你说我们川普时期对华强硬的政策 这个实际上 当然表面上看起来是这个样子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 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一切 只不过是面对现实 对中美关系做了一个全面评估之后 我们觉得跟中国的交往 不能仅仅局限于中共想交往的一些 非常小的一些地方 比如说文化交流 经济贸易交流和技术交流 中美两国之间 它的关系设计的面非常之广 很多方面 中共不愿意我们去接触 这是不对的 比如说人权 知识产权 对美国的大量的贸易和军事 知识的间谍活动 还有在气候方面 这个东西很多中国人是不愿意谈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觉得我们在川普时期 我们力图是想把中美关系的 它的交往 建立在这种更加现实的基础上 就是让很多方面我们同时跟中共交往 中共它不干 它说我们把维吾尔人关起来 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 这是内政 我们不行 我们要威胁台湾 这是我们的内政 你们也不能干涉 那么我们说这些东西 都是关系到世界和平的重大问题 你刚才讲到这个 川普政府时期 我们对华采取强硬的政策 这个表面上看起来是 是那么回事 但是具体来讲 还不见得完全是真的 我们所做的一切 只不过是 让中国政府知道 我们要跟中国政府进行全方位的 所有方面都要涉及的一些互相交往 那么自尼克松以来 1972年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期以来 我们只讲求同存异 对一些非常重要的领域 那么我们是抛开不管 只强调中共希望我们强调的一些事情 经济贸易 文化交流 技术转让 就这一方面 那我们讲在很多方面 比如说知识产权的尊重问题 地区安全和和平问题 还有对美国的间谍活动 统战 这些东西 香港 新疆 我们都要去谈 这个是中共方面是很多 这不可避免的问题 我们希望中共有一种现实的眼光 有双方互利的东西 也有我们双方需要谈的一些东西 那么中共它对这个 它是不能接受的 它觉得很多问题 它不想谈就不谈 所以这个呢 这就显示出关系的紧张 这是关系的一个实质的根源 就是还是跟中共自己的言行有关系 那么现在的拜登政府 继承了我们的这种接触的方式 他们又加上气候 这东西是对的 中共它还不习惯 所以它还是这个 非常的这个 对美国是强硬 实际上决定 中美关系最重要的因素 不是美国 而是中共自己的言行 美国政府的这个重大的错误 就是不断的审查 自己的对华的态度和温度 而忽视中国共产党 在这个双边关系中间 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中美关系的所有的这个 这个低点 就是中美关系所有的这个 这个最恶劣的时期 都不是因为美国的一些政策 相反 中美关系最这个恶化的一些 一些时刻 往往都是中共自己的这个行为所做 比如说八九天安民运动 中美关系达到了低点 这不是美国所的 中共它是屠杀自己的人民 美国必须要采取行动 那么中共说这是美国的这个阴谋 天安民运动全部是这个 这个美国挑起的 2019年2020年香港的抗议运动 中国说是美国的在那 在那背后指使 有阴谋 这完全是这个不真实的事情 所以说这个中美 中美关系因为香港的问题 闹得很僵 新疆也是这样 所以说这些问题都不是美国 对它强硬不强硬 而是中共自己的恶行 导致了中美关系的恶化 这一点如果不加以认识的话 我觉得中美关系 没有什么这个长足的进展 那您确实看到 就像许多媒体报道的 美国媒体也在这样说 就是说美中关系 现在开始出现解冻 或者改善的这样一个迹象了吗 我觉得中国所谓的改变 没有什么根本的改变 中共它现在这个 在国际上声望非常不好 尤其是在疫情的处理方面 尤其是疫情溯源方面的蛮横霸道的态度 还有对俄罗斯侵入乌克兰的态度 还有对台湾的威胁 所以中共它的国际上 它实际上是非常孤立的 在这种情况下 所以说它必须在一些关键问题上 必须要让步 这就是我觉得你刚才讲的所谓的缓和 我觉得缓和在一些根本的问题上 刚才我讲的一些根本的问题上 我觉得还是中共没有彻底的改变 初衷的一些想法和行动 尤其是拜登政府 民主党他非常强调气候 气候中国是一个大国 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全世界的三分之一 第二是美国 美国是百分之十几 十一到十二 非常少的 所以中共是实际上全球最大的污染的原理 那么这样的话 当然跟中国合作很重要的 那么我倒不觉得中共 它真的是想这方面跟中国美国合作 它把所有的 所有的跟美国政府 给它提出的一些合理的要求 看作是一种筹码 中国跟美国的交往的一个最基本的方式 就是要美国改变态度 承认自己的错误 坦白充宽抗拒从严 责任全在美国 责任全部在美国 这就是这个世界跟中国打交道的 这个一个最大的头疼的问题 那么我是学历史的 我谈到这一点的时候非常悲伤 因为这个中国这种行为方式 政府行为方式 是跟清朝末期以来没有根本的改变 天朝上国 然后这个慈禧太后向全世界宣战 都是那么一个基本的原则 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觉得中国要现代化 要造福于中国人民 这个走的路是很长很长的 您提到美中关系的问题 无论现在是不是出现改革的 这个缓和解冻的迹象 是否能够缓和 能够解冻 两国关系再也回不到 特朗普政府之前的 那种美中关系局面了 这是美国美中关系方面的 这个专家学者们的一个 一致的这样一个看法 我来请教于教授 人们都说美中关系 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要 但也是最复杂的一个 一种关系 那么您觉得应该如何拿捏 才能够最符合美国国家利益 你这个问题的问题很好 因为它反映出 很多人的一些看法 但是我觉得 就是说 把中美关系界定为 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这个表面上看起来有道理 但是实际上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我们忽视了 就是说 中美关系非常重要 但是呢 这个美国跟中国之间面临的问题 完全不仅仅具现于 中国和美国两国之间 中国的行为方式 实际上它跟世界上 绝大部分的民主国家 都是格格不入的 这就是为什么 大家讲休息底的陷阱 这种说法是不完全正确的 因为世界上的问题 不仅仅是中美两国之间 就能决定的 美国也不是一个衰落的帝国 中共也不是一个在严格意义上的一个上升的帝国 虽然中国它是很虚弱的 它对人民如此惧怕 它的经济一团糟 它统治方式也不是长治久安的 所以说呢我倒不觉得这个休息底的陷阱有真正的说服力 另外一点呢最大的问题就是说这个 休息底的陷阱这种说法 它把所有的问题就像刚才你讲的一样 定义为美中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这个世界的问题 不是说美国和中国有什么冲突 现在世界的问题是中国和全世界都冲突 你看这个 欧盟 说这个欧盟和中国的关系 比美国定义的还要这个深刻 他说是这个 制度性的对抗 叫Systemic Rivalry 美国和中国说的还比较这个 这个温文尔雅 说是这个战略竞争 竞争是这个非常这个文雅的一个词 中共当然它不一样 它说这个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斗争 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这个这个这是更更厉害的 所以我觉得呢这个 中美关系之间呢当然很重要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 美国的盟友也和美国站在一起 美国的盟友系统 它是建立在共同价值观之上的 那么美国的盟友系统 这个同盟系统在全世界是非常强大的 有北约有欧盟 还有在亚太地区 非常多的一些双边关系 双边共同防御条约 和日本韩国菲律宾都有 还有和澳大利亚 也致敬了一系列的新的这个 这个安全的这个 互动 所以我觉得中国在很多世界上 它不适于只是孤立于美国 它孤立于全世界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但是如果您刚才提到 就是中国和美国的关系 不同于当年中国和苏联的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苏联当时没有被融入到全球经济体系当中来 当时冷战时期呢 这个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对抗 是全方位的 但是跟中国现在好像跟那个时候的苏联不一样了 所以这也正是人们现在常常说的 就是美中关系呢 是至少它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一个关系 你不知道 有人不知道怎么应该处理 比如说我们不能不谈到脱钩这个问题 对脱钩这个问题的看法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先讲一下这个中国跟苏联的不同 苏联现在已经不是苏联了 已经是俄罗斯了 所以说它没有共产党 没有共产党意识形态 它有俄国的大国沙文主义 这是毫无疑问的 中国不一样 中国是一个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 党要领导一切 那么我想除了苏联跟世界经济没有挂钩 中国跟世界经济有挂钩这一点之外 还有一个苏联跟中国的不同之处 就是中国雇佣了大量的统战对象 在海外 在自由资本主义世界 替中共凸脂抹粉 当他们的大言人 您是说中共是吧 对对对 所以说在这个 比如说我身在的美国 很多的前高官 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失利和虚荣 替中共说话 这个是苏联的时候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说你看在苏联在冷战时期 表述苏联国家利益的 都是苏联的一些高官 他们社科院的一些美国问题专家 都讲这些什么阿伯托夫这些人 但是现在替中共说话的很少有中共自己的高官出来 而且中共的高官一说话就出洋相 像卢沙野这些人 说话都没有水平的 所以他们替中共说话的绝大部分的情况下 是在美国的一些精英人士 这个呢是跟苏联跟中国不一样 这就是表明中国呢 他的手段很高明的 所以这样 还有中国呢 正好是由于这种和世界经济的挂钩 那么世界上很多的大公司和华尔街和中国呢 有经济利益在里面 所以他让这些人来替中共的这个国家政策 这个游说 这个也跟苏联不一样的 苏联不一样 那么他说这个脱钩的问题 实际上脱钩呢 并不是美国的国家政策 美国从来没有说我们要跟中国脱钩 中国在世界经济上实际上可以起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 它主要是在民营经济啊 中国国企啊 基本上就是一种一种一种掠夺性的 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这个商业价值在里面 但是中国呢 这个世界供应链呢 中国是应该参与的 但是呢 这个所带来的安全的危险 所带来知识产权的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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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害 那么所有的国家呢 也必须要这个严肃对待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欧盟首先提出来 我们要这个不是说脱钩 我们要去风险 叫Deal Risk 这个呢 我觉得还是比较正确的 就是我们要跟中国接触 但是同时要把这个风险减除掉 这个就牵涉到这个中国要遵守国际准则的问题 所以下一步就是要中国和世界上的 世界自由贸易的一些一些这个基本的准则挂钩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在世界贸易组织里面 中共现在遭到一致的谴责 对 所以他因为他的他的做法不合规 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 脱钩不脱钩啊 这个虽然是没有政策的这个理念 但是中共他很害怕 这也不是外部造成的 脱钩现象正在发生 这个发生不是这个国家政策 而是各个外国公司在中国他们自愿采取的行动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经济事实 中国的投资环境恶化 中国对外国公司进行这个强制性的这个监控 对这个外国的所有的这个调查公司 就是经济这个调查公司 他们加以严厉的打压 他们新的这个反间谍法 就是主要之后这个目的 所以他非常害怕外国的公司 对中国的这个经济现实 做出正确的评估 这些东西不改变 脱钩是不可避免的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外国的公司 纷纷撤离中国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中国政府自己的行为 造成这种现象 不是说有什么这个 这个这个美国政策的一个脱钩 不脱钩的一个政策在里面 您当时在这个美国国务院的时候 您预计到美中关系 会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 就是说脱钩不脱钩 都出现一个 都都都成为一个这个 这个现实当中的选择 或者不选择这样一个一个一个项目 您预计到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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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局 当然预计到 这个东西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中国是一个世界大国 中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 他在国际舞台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他也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常任理事国的成员之一 所以中国要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要成为一个国际社会的一个 有良性作用的一个成员 这是至关重要的 所有的美国做的一些事情 就是要创造一种条件 或者这个通过一种接触 让中国政府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和国际准则接轨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工程 那么我们也知道 这个中共的一些社会真正制度 对这些国际努力的一种对抗和抵触 所以说我们完全可以预设到 中共对这方面反抗和不满和愤怒 但是这个事情非常重要 而且事关世界和平和人类的未来 所以我觉得要把中国这样一个国家 转变成一个自由民主自由 拥抱国际准则的国家 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程 这个也不见得就是说 大家对中国这个国家如何过不去 实际上中国的人民 它是完全同意我们这个看法的 这就是为什么中共它非常害怕 我们把它的国家和中国老百姓分开 因为他们知道 中国老百姓是不愿意上这条船的 他们愿意走自己的路 这个我觉得大家共同努力的 中国的光明的未来 终有一天会实现的 我们只不过要加速这个过程 那您把美中关系能否解冻 能否得到改善这个球 踢到中共那一边去了 就是说取决于你的行为 取决于你怎么做 但是中国人中国政府却认为正好相反 所有的这个问题都在美方 都出在美方 现在解铃还需细铃人 看美方如何决定 这个中美关系的走向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是非常荒唐的一种说法 中国这个跟美国政府打交道 他说你们要认错 要自我审查 大国之间交往 不能用这种口气来的 这种不仅仅是口气的问题 反映他的一种自国理念的问题 中国这个国家就是 共产党就是这个伟大光荣正确 不可能有错误的 他抓一个人 这个不是说通过 司法程序的程序 来证明这个人究竟有没有罪 他抓一个人 首先重要的问题就是 坦白从互抗拒从严 他一认罪你又定了 有罪了 你的问题现在是坦白不坦白的问题 中美之间的也是遵循这样 同样的荒唐的逻辑的 就是说这个中美两国之间 所有的问题 他说你们要承认错误 他之所以对拜登政府 现在这个非常恼怒 非常不满 是因为拜登政府 这个入住白宫之后 他们没有认真 这个承认自己的错误 把这个特朗普时期的这个政策 把它改过来 这个东西 把一切问题归属于美国的态度 这个是非常不刺激的 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 中美关系最关键的因素 是中共自己的言行 不是美国 美国的政策一错再错 就是因为没有堪称的一点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 于教授 您刚才提到 美中关系当中的关键问题 是中国自己的行为 但是呢 中国又不会改变 您前面也讲到 中共呢 又不会改变 它自身的这个主意 和它的这个实践 和它的这个作为 那么是不是 您对美中关系的前景 应该就是非常悲观的 我觉得这个呢 我是不是悲观 中共有一句话叫 与时居进 所谓的历史潮流 不可阻挡 中共这一套啊 它基本上是没有号召力的 中国老百姓不认可 你看中国老百姓 国内一天到晚的 这个反抗情绪 不满情绪 它通过各种间谍的方式 表现出来 这是数不胜数的 所以说不要觉得 中共的江山就是固若金汤 因为这种统治方式 它是严重违背 侵害老百姓利益的 这是第一点 在国内 所以说 共产党它跟共产人民的利益 它是水火不相容的 是冲突的 这就是为什么 它要建立什么防火墙啊 它要对它进行全方位的监控啊 要建立什么 这个社会信用这个树木啊 然后这个出国限制啊 要跟你设立户口啊 还有建立档案啊 这些东西都是统治方式 这是非常非常这个 很明显的事实 不仅中共这个统治方式 在中国老百姓心里面行不通 在国际上也行不通的 在这个 我经常引用一个事情 我在国务院的时候 国务院有一个很大的机构 他们每年花几百万 这个老百姓的钱 做全球性的民意调查 有一次他们到我办公室来 他说这个 余教授 你这个一定要让国务卿知道 我们刚刚做出了一个 一个民意调查 全球性的 这个民意调查的结果就是 什么呢 就是美国在全球各个地方的 这个信誉在下降 这个中国 这一些国家 尤其是非洲 拉丁美洲 和亚洲 中亚 它的民生在上升 有的西方是甚至超过中国 除了少数几个国家的例子之外 中国现在正在成为 这个比美国更有人气的一个国家 我听到之后 我觉得这个不可想象 怎么能做出这样的 这个荒唐的这个 这个结论 我就问他们 你们说除了少数几个国家之外 中国的人气在上升 那么你告诉我 这几个少数国家是哪些国家 他们说 这个不重要 这个人数很少 这个数字很少 我说你不要告诉我 数字大小 你告诉我是哪些国家 这个中国在这些国家里面 这个就是 人气非常低 甚至反华情绪很厉害 他说好 那我告诉你 他就开始列举 韩国 日本 台湾 越南 印度 菲律宾 澳大利亚 这些等等的国家 那我说你们这个结论就错了 这个结论 你花了那么多钱 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 这个结论不是说 中国的人气在上升 而是结论应该是 中国跟中国接触越多的这些国家 那么中国在这些国家的声望就会越低 因为他们对中国政府的这套外交方式 这种蛮横八道的这种做法 他实际上是受不了的 所以说 中共这一套统治模式 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他跟欧盟国家接触越多 欧盟国家对他的反感就越强 他跟所有的国家接触越多 他的这套统治方式就吃不消的 而且往往是对中国非常友好的一个国家 实际上最爱好和平 最内向的一个国家 像挪威 瑞典 加拿大 现在中国在这些国家里面的人气非常低的 因为他们欺负这些国家 而且严重不尊重这些国家的主权 跟刘晓波拿一个诺博尔和平奖 那挪威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就会降低 然后香港有一个瑞典的公民贵明海 出版了一个习近平的一个传记 就把人家抓起来 还把他这个就绑架 判刑 现在还在监狱里面 这个孟晚舟被这个加拿大当局逮捕 要引渡 那么就把两个清白无辜的加拿大人关起来 判他们死刑进行恐吓 这在民主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在中国这种事情是时空见惯的 这是中共统治方式一个惯用的手法 所以我觉得中国共产党它的统治方式 终究来讲从道义上 从法理上都是行不通的 所以我总的来讲 我觉得我对前途是充满了乐观情绪的 乐观情绪 就是说您认为中共 它自身不愿意改变它自己的作为 但是呢 迫于国内压力 迫于国际上的压力 它终究还是必须要改变的 所以美中关系 您这个乐观的评估 就是说美中关系 还有改善的空间 是这个意思 当然 实际上美中关系最核心的地方 就在中共高层几个人里面 我相信中共这个外交系统的很多人 他明白这个事情 他也不同意习近平的做法 但是这个中共是一个极权专制的国家 他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习近平一个指令下来 大家都必须遵守 我相信在中国国内的很多这个 有职业道德和职业技能的这个官僚 他们对现在中国国家 这个堕落到这种地步 是非常痛心的 因为中国的国家的这个声望 在世界上实际上是非常低的 我觉得这个 很多人说习近平是总加速师 这个呢 有一定道理 但是我觉得这个 大家非常重要的就是 中国的前途 不在于中共内部的 保守派或者改革派 而在于中共政权之外的 一些民间的力量 所以说我非常欣赏 这个刘晓波先生的一句话 他说 未来自由中国在民间 这就是这个 东欧人民走向自由民主 韩国人民走向自由民主 台湾人民走向自由民主 一个最根本的所在 他们都抛弃了专制独裁的体系 在这个体系之外 进行自己的这个政权设计 和这个民主实践 波兰团结公会就是这么一样子 韩国也是这样子 所以说很多国家走向民主 走向这个 这个 未来 都是处于这个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 总的来讲 我对这个中国的这个 现实呢 非常的悲观 但是对中国的未来 充满希望 好 我们感谢 余茂春教授 精彩点评和深刻的分析 谢谢 谢谢 谢谢